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已经有会员赚到了400万 赚到了500万 赚到了600万 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有会员赚到了500万 赚到了600万 而且继续朝700万前进各位知不知道 这个大盘当它跌破1万点的时候 有没有很多人在买股票 我人的态度 我人的立场有没有非常的坚定 是不是告诉各位 我会继续的逢高减码 并且向下操作 我从7月开始 一档股票都没有再买过了 甚至于建立起了庞大的放空的部位 我人的操作绩效 我跟各位说 可以出国比赛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不只是打败了散户 我不只是打败了很多的股票老师 我不只是打败了投信 我跟各位说 王良甚至于也打败了外资 甚至于超越了外资 如果你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证明给大家看 请大家看下去 这个盘在10月18号的时候 他刚刚跌破1万点 对不对 在9953点 王良买不买股票 我告诉过各位 我不买 接着大盘跌掉了34点 再来大盘他反弹了 有没有人下去买 当然有 有很多的股票老师想要去捞捞看 捞捞看有没有底 捞捞看能不能买到最低点 对不对 结果呢 我告诉各位 10月23号跌了199点 结果呢 大盘在昨天就算开机走高 今天这个盘 开盘杀到哪里 开盘杀到了9,475点 跌掉了238点 而且只有1,311亿的成交量 王良告诉过各位 这个盘 它的生命力在衰竭 对不对 王良告诉过各位 我为什么会去看公行情 我不用跟你解释那么多 我也不用知天知地 无所不知 我告诉各位 王良看得懂行情 行情在我的面前就像是慢动作一样的清楚 我认为这个行情呢 是空投市场 不是今天才告诉你们的 对不对 而且如果经济衰退 如果景气萧条 我问各位 股票会不会跌 大盘会不会跌 你们再想一想 为什么 这几天大家一直在找 到底什么原因 让这个盘大跌 因为美中贸易战吗 因为川普吗 因为炸弹邮包吗 我告诉各位 那些都不重要 其实这些利空 这些阿萨布鲁 这些鸟事 如果是在多头市场发生的话 我跟你说 股票最上的气 是不是 问题是 如果是在空投市场呢 我跟大家说过 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市场的恐慌 可是我很确定一件事 这个市场它非常非常的脆弱 对不对 所以呢 不管是任何的利空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 这个盘 它从哪里开始跌 它从11,073点 到今天 一口气 跌到了9,475点 总共跌掉了1,598点 这就是我俩所创造出来的操作绩效 这就是我的交易记录 我相信这已经构成一个障碍了 这没有人能够打破了 对不对 而到了今天 我跟各位说 还是会有些人想要下去做多 想要下去买股票 对不对 可是你不要忘记哦 王良曾经用长线的角度 试了帮助大家来拓宽自己超盘的视野 我在放空股票的时候 我在放空股票的时候 这个盘在哪里 大盘呢 还待在11270点附近 这里呢 是9月3号 这是一张大盘的月K线 我曾经遇到一个投资朋友 她是一个阿嬷 那这个阿嬷呢 她跟我说 王老师 你认识很准耶 可是呢 能不能够请你 你忙中这个双头 卫得这么恐怖 我问你是多恐怖 你们自己再看下去 这么恐怖 可是王良为什么要这么画 王良为什么要这么表达 因为我看到了 没有人会看得到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我知道灾难呢 它一定会发生 结果大盘呢 从11073点 跌到了9475点 这个大盘 王良不止一次告诉你们 它还有空间 它还会跌 对不对 就在前两天 还没有跌破9740 我也是这样告诉各位 结果你今天看到这个盘 跌到了9475点 我请问你们 王良能不能够帮你 今天各位知不知道 看了这个盘再跌 说真的 我比你们还要痛苦 你知道吗 你们不要以为说 王良让会员大赚 我确实有很多会员很开心 可是也有很多人 是抱着自己套牢的股票 希望王良能够帮他 希望王良能够救他 你们再想一想 现在套最深的是什么 是不是被动元件 我是全场唯一一个 在最高点在头部 去放空被动元件的人 对不对 我放空过谁 我放空过信仓店 一百一百四十块钱 今天信仓店跌停板 四十七块七 我放空过 我放空过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跟各位说 讲到这个国具 讲到这个华星科 完了还有会员 现在对我是无比的感谢 为什么 因为每当他想要买的时候 我来他抖 你知道吗 我来抖多少次了 这些会员有的六十几岁 有的七十几岁 有的八十几岁 我不忍心 看他们就这么轻易的 让他自己的钱给赔掉 所以不管再怎么辛苦 不管再怎么烦 我一样会告诉他们 你忙买 你绝对忙买 我跟各位说 国具当初在一千三百一十块的时候 我能不能告诉过你们 他就是下一个宏达店 结果国具到今天跌到哪里 跌到了三百一十五块钱 包括像华星科 从四百多块 四百九十一 跌到今天 跌到了一百二十八块钱 我知道我做的事情 可以帮助很多人 可是我真正能够帮助大家是什么 是去掌握到下一个机会 对不对 而这些机会 王良并不是没有提供给各位 并不是没有告诉过大家 如果你忘记了 我现在提醒你们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曾经在七月二十号的时候 你看多久之前 王良告诉你们说 那时候我刚放空完信商店 我跟你们说 炒作拉抬高档反转 一万零八百点附近 一万零八百点附近还能够卖 还能够空 对不对 一万零八百点附近 还能够卖 还能够空 接下来呢 大盘 杀到多少 一万零六百点了 王良一样跟你们说 我们现在呢 还有卖 还有空的机会 大盘今天跌到多少 九千四百点 你们想想看 我没有在帮你 那如果你希望 我真的能够帮到你 我告诉各位 再来 你们都知道 王良代会员呢 放空过康永 放空过创意 放空过三倍德 还有GIS 对不对 我现在要启动 第二波的高价股专属 自由落体专案 今天把电话拨通的前十名 我帮你们负担一半 你也只要一半 我跟各位说 我知道有股票 能够呢 从三位数字 跌到二位数字 有一档 有两档 是能够从三位数字 跌到二位数字的 那还有一档股票呢 是会从四字头 掉到一字头的 我已经锁定了 三档新的股票 如果你想要跟 请你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而且前十名 只要一半 王良代会员放空了康友 创意三倍德 GIS 请大家看下去 康友在今天开盘 是不是跳空跌停满 王良代会员放空过两次 股票呢 杀出了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跌停满 你拉了24天 但是呢 四天就让王良的会员赚光光 对不对 有本事你就去拉 有本事你就去炒 我也不在乎你开什么记者会 有没有卖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你解释再多都没有用 除了康友之外呢 王良代会员放空的创意 从三百块钱开始空 有没有从三百块三字头 掉到一字头 有没有 王良代会员放空了三倍德 有没有从二字头 跌到一字头 王良代会员放空了GIS 有没有从二字头跌到多少 从三位数字就像这样 从三位数字 它变成二位数字 是不是GIS今天跌到了94块3 是不是从两百块钱 跌到了94块3 是不是从三位数字 跌到二位数字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如果你错过了这些股票 也不要紧 王良现在准备了三档股票 请大家看清楚 第一档股票是要从 是要从三位数字 跌到二位数字的 第二档股票 也是要从三位数字 跌到二位数字的 第三档股票比较特别 它会从四字头 掉到一字头 你们接下来所看到的是第一档 然后还有第二档 然后还有第三档股票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 我跟各位说 现在还来得及 现在还有机会 我讲过 现在是放空股票 最好赚 赚最多 也能够赚最快的一段 对不对 下一个阶段回来 我来告诉各位 王良是不是打败了投信 王良是不是超越了外资 如果你想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我们在广告过后 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这个盘叠下来了 有些人在过去一段时间 只会买不会卖 对不对 有些人告诉你要多空双向 所以忽多忽空 可是我来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觉得谁才能够帮你 我是不是告诉过各位 这是一个空头市场 任何的股票 对我都没有用 对我都没有意义 完完全全的诱惑不了我 对不对 我有我心里的想法 而且我会去贯彻 我去执行 不管外在的消息 外在的因素有哪些 王良绝对会扛起操作的责任 尽管这个盘在跌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人会不满 这个盘在跌的时候 很多人会想要买股票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各位 我一张股票都没有下去买 并且还坚持带会员向下操作 还坚持带会员放空 结果这个盘从11,073点 跌到了9,475点 跌掉了1,598点 谁能够超越我的记录 你们再看下去 我曾经在大盘还在10,800点的时候 告诉你们 还能卖 还能空 对不对 我曾经在大盘还在10,600点的时候 告诉过各位 还有卖 还有空的机会 而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卖 还想要空 我告诉各位 现在依然是放空股票 最好赚 赚最多 也能够赚最快的一段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这一波王良代会员放空过康永 放空过创意 放空过三倍得 放空过GIS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到今天为止 康永是开盘直接跳空跌停满 王良代会员放空过两次 结果股票从538跌到353 我跟各位说 全市场只有王良一个人 有跟内线集团对坐的勇气 但我不需要解释那么多 我只要告诉各位 万般拉台只会出 对不对 康永暴跌 再来创意也大跌 再来包括三倍得也大跌 包括GIS也大跌 那如果这些股票你没有跟上 我跟大家说 我今天推出自由落体专案 我启动第二波的高价股 专属的自由落体专案 前十名只要一半 我帮你出一半 你出一半 我出一半 我准备了三档股票 其中两档呢 是要从三位数字掉到二位数字 三位数字掉到二位数字 还有一档呢 是会从四字头掉到一字头 这三档股票 现在就在大家的面前 你们看到了一档 然后看到两档 然后呢 看到第三档 如果你真的想做 我告诉各位 一定要把握住今天这个机会 而且呢 只要一半 你出一半 我也会帮你出另外一半 我希望各位要好好的珍惜 再来 我要来证明了 王良是不是打败所有的散户 王良是不是打败所有的股票老师 王良是不是打败所有的投信 甚至于呢 还超越了外资 你相信吗 王良刚刚告诉过各位 我现在手上44档的空单 里面呢 42档赚钱 只有两只赔钱 对不对 有36只股票呢 在今天破了底 而且呢 还有8只股票跌停满 王良代会员放空的股票 有哪些今天杀到跌停满 请你们看下去 信仓店跌停满 康友跌停满 翔硕 开盘直接跳空跌停满 然后呢 大宇支跌停满 然后微软跌停满 然后强范 然后强范跌停满 然后呢 台表科跌停满 光这些股票 我有没有打败散户 多少散户买信仓店 多少股票是代会买信仓店 王良信仓店大赚 然后呢 康友大赚 然后呢 大宇支大赚 接下来呢 放空微软 大赚 放空强茂 大赚 放空了台表科 大赚 而讲到台表科 前几天 他还在拉 他还在拉 结果呢 拉了半天 还不是让我的会员赚 对不对 今天的台表科 还不是一样跌停满 那么在今年的第三季 王良已经让会员大赚了 结果今年的第三季 各位知不知道 这些投信 国内的股票型基金 第三季呢 赔掉了11% 你们想一想哦 国内的股票型基金 第三季赔掉了11% 可是王良会员的操作绩效呢 有些人已经赚到了 500万 赚到了600万 接下来朝700万前进了 对不对 王良有没有打败这些投信 我不但打败散户 打败那些古贝老师 打败投信 我跟各位说 还有一个叫做外资 对不对 每个人都把外资捧上天 只有一个人没有 那个人就在你的面前 那就是王良 对不对 我跟各位说过 我的操作绩效 很有可能不是全台湾第一 很有可能是全世界第一 对不对 王良代会员放空过一档股票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档股票叫做台积电 我跟各位说 如果是要台 我就要抓大部分来台 是不是 王良代会员放空过三次台积电 你爱空多少 就空多少 对不对 你们再看下去 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跌到多少 219.5 219.5 今天我说我打败了外资 你相信吗 王良代会员放空在263 255 243 我在放空台积电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我的压力有多大 报纸在写什么 外资在做什么 各位知道吗 我在放空股票的时候 八爪虾公 他说 革新退出7奈米 台积电大获全胜 还不是只有这样 他说台积电独霸7奈米 对不对 他说台积电跳舞 外资喊价三次头 得意志证券 拉升目标价到302块 外资喊价三次头 各位想想看 有没有一堆人跟得下去买 有没有一堆人跟得下去追 但王良做什么 王良坐在这里 让你们每一个人印象深刻 对不对 十大外资看台积电 全部给正向平等 这些平等 这些目标价 麦克兽 说多少 315 对不对 没意志的说什么 说302 还有呢 289 这些外资 通通都是优于大盘 买进 优于大盘 买进 王良做什么 王良代会员 放空台积电 我从263块开始放空 接下来台积电呢 我在8月29号的时候 把台积电的走势 笔直的往下面画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过 你开一间饭店 结果呢 很豪华 很高级 一天只有两个人 客户 这样有点 我讲的就是7奈米 5奈米 3奈米 可是你们听得懂吗 很多人听不懂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只要我的会员 听得懂 只要我的会员 能够跟我赚 结果台积电呢 从268 这实在太爽了 王良不但赢投信 王良还打败外资 对不对 台积电从268 跌到多少 跌到了219块钱 每一个 跟我去放空台积电的会员 全部都赚钱 你们想想看 今天 王良如果还坐在这里 收会员 我跟各位说 那个是你的福气了 今天王良如果 还要再带会员 做股票 我告诉各位 那绝对呢 是对会员 最大的帮助 我希望你们 要好好的珍惜 没有人像我一样 是真的 想让散户赚钱 是真的 看得懂行情 是真的 知道要怎么 做会员 成功赚大钱 如果你想要跟上 我们的脚步 我告诉各位 这一波 我所放空的康友 已经大跌 对不对 我所放空的创意 股票呢 也已经大跌 我所放空的三倍得 也已经大跌 再来呢 包括GIS 而这些都属于中高价的股票 空间最大的 所以 我要启动第二波的高价股专案 我能启动第二波的高价股专案 这个自由落体专案 前十名 我锁定了三张股票 前十名只要一半 你出一半 我帮你出一半 前十名只要一半 如果你真的想要 请你把握住这个机会 在节目结束之后 拿起电话来加入我们操作的行列 只有祝各位未来做股票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年见 拜拜